大家好,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姚摸水 這集姚摸水要教大家如何來捕捉上古惡龍 是今天才開放的,開放製作飼料的一隻寵物 它可以當作做棋,它也可以當作戰鬥寵物 但目前只有開放,其實目前什麼都沒開放 不過你可以開始做飼料 等之後這個寵物應該就開放了 首先我們要拿的是鮭魚、鮑魚、還有章魚 將這三個飼料交到烹飪台裡面 你就會看到,將煮出一個飼料 它煮出來一個飼料,叫做上古惡龍的飼料 這一隻惡龍是55集可以開始捕捉 盡量帶50包飼料去會比較保險一點 24小時會刷新一次 那我們也要謝謝這一集提供給我們資料的PVP102的欄元號 大家可以去搶它的家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這一隻上古惡龍在哪裡捕捉的 我也會把地圖放在下面的連結 那我們謝謝這一集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